大家好 我是人也很高兴的那个收听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主要关于比利币投资区块链主席相关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好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一个2020年 12月25号 星期五啊 那么明天的2点钟 那目前比特币价格在一个23386美金的一个位置 好 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一个复盘的一个情况啊复盘一个情况 那昨天比特币是走了一波的一个 在这个位置走了一波的一个回撤之后啊 快速的进行了一波的一个回撤啊在这个位置对不对 比特币在这个位置啊昨天我们在这个位置录的 那么 之前比特币出现了一波的一个回撤啊 这一波的一个回撤啊 从这里23600美金 一直回调到一个27500美金左右的一个水平啊 那么这一波的一个回调我们并没有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处理 进行一个处理 因为我们知道啊回头就是一个进场的机会啊 进进场的机会啊 昨天冷眼也在视频里面说到了 只要有回撤就是一个重要进场的机会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抓住这一波的一个剧情啊 那么这一段时间冷眼就是一直在把握一件事情啊 就是等待比特币的一个回撤啊 那么比特币啊在 也是在我们之前呢进行啊 如期的进行一个回撤啊 为什么冷眼在 果断的是啊 等待这一波的一个回撤 因为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啊 比特币啊在这一波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空间 从两个小时 冲破这个到这个24000美金之后有个强力的一个阻力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在这个布里带升轨的位置啊 他出现了一波的一个啊 回落之后啊 冷眼就知道这一波的一个啊 他出现了一波回撤之后啊 那么势必啊 他会继续的进行向下啊 回调啊 说说冷眼大胆的在这个位置就知道啊 又进行一波的回撤啊 所以说随后教大家进行的一波的一个在上方进行一个挡大呀 那么 随后比特币进行的一波的一个回撤啊 最低的时候跌到一个两万两千八百 六百多美金的一个位置啊 那么随后比特币进行一波反弹到两万四千美金啊 又继续的在这个位置又有一个压力位置 又一个压力位置随后又进行一波的下跌啊 冷眼也是教大家在这个 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抄底 对不对啊 这些位置进行抄底 所以说大家有看观看冷眼的一个视频的话 你应该啊都可以知道这一波的漏啊 大家都很有兴趣在下方很耐心的听冷眼进行一个讲解啊 讲解 那目前的话他已经反弹到了一个两万三千三百四十五美金的一个位置 那么处于一个两个小时的不能带中轨的一个位置 刚刚好突破 那么上方的一个压力位其实是在 一个 这位置也不算太高 是在一个两万啊 两万三千七百美金的一个位置 两万三千七百美金的位置 距离现在的话 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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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观看 观看 这一波的一个回撤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比特币的一个走势 我们再从4个小时的盘面来看一下比特币的一个走势 其实比特币的这一波的一个走势的话 我们可以勉强的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波其实是 非常有利于我们的一个操作 有利于我们的操作 目前的话他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还是处于一个 比较 在这个中上方的一个位置在这个不能来中国的一个位置运行 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在这位置进行一步这个突破之后 随后进行的一波的一个回撤 在这个位置 那么他上方的一个 压力位置 23800美金的一个位置 下方的一个支撑位置在一个 22540美金的位置 那从能眼来看的话 他这一波的一个回调从msad来看的话 他这一波回撤的话 在这个位置 在一个最高位置 24000多美金的位置就出现一波回撤 那么这一波他他回撤他已经 走到了一个零轴看到没有 走到一个零轴啊 他还会不会继续下跌呢 能眼的判断啊 他仍然有可能会进行一波的一个回撤 毕竟他震荡 也有可能只是在这个 布林带 中上轨 上轨和下轨之间的进行一个震荡 就是他的区间已经在 定格在一个 22540美金到一个 23800美金的一个位置 在这个区间进行一个震荡啊 那么在这个这个位置可能会保持到两到三天的一个时间 说这一波的话 他接触零轴的话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他这一波的话 如果有下跌的话 可以在下方进行接多啊 明白 明白我意思吗 他依然会接触这个 24800 24000美金 即便是很多的三大币就是大雅方向 但是现在 就目前而言的话 他依然是走这样的一个行情 走这样的一个行情 对不对 那目前从8个小时线来看的话 他 是在这个附近带中轨的位置进行 那比特币 出现这一波的一个回撤之后 就出现一个 还没有出现一个归零交的一个情况 那么 他现在也是走了一个下坡路 说说这一波的话有回撤 也可以进场 有回撤也可以进场 因为现在 属于一个多空交加的一个情况 各方面的一个资源 都在分配合理 对不对 我们从这个指标上面也可以看出来 从这个 从这一段的变盘 从这一段 这段 对不对 这段到这段的一个行盘 我们可以看到 对不对 说说他有可能在这个行行行行盘之后啊 进行一波的一个上涨 对不对 进行一波的一个上涨 对不对 在这位置进行一波的一个上涨 对不对 他在这个位置 两万两千五百美金到一个两万四千美金进行行盘 忽然有一天啪的以上就抽上去了 说说现在的行情的话只有有回调还是有进场的一个机会 有进场的一个机会 这是冷眼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判断啊 希望大家能够跟随冷眼的一个判断进行一个 投资啊 那么投资有风险啊 大家一定要合理的控制这个仓位啊 那么冷眼这里也有一套方法能够完全能够实现盈利的 而且在这个合约上面做到一个不亏损的一种状态的 就是这个方法的话啊 就是 小的亏损 然后盈利非常大 能够把这个盈利放到最大的一个效果 说说你能够学会这套方法的话 你在这个市场上啊 不说多说啊 能够啊 解决90%的一个烦恼 还有百分的一些 一些自己操作上面的一个失误的一个问题 这是开合约的话 最主要是你选择一个方向之后啊 能够控制这个仓位 以至他的一个止盈止损的一个状态 只要能够掌握这个止盈 因为他这个市场永远是在不停的一个波动啊 那么你要掌握这个行情的一个走势的话 需要自己的一个心态 还有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当中啊 能够沉入气啊 在波动的时候 不容易被这个波动手带节奏啊 不容易被别人手带节奏 那么你在这个市场上面会赚出更多的钱 如果你没有啊 随便就是随不足流了 那么你毕竟啊 是在这个酒畅上 就在这个市场上面当韭菜的一个 肯定是当韭菜的 对不对 这能也这也不再强调啊对不对 那么啊 从这个一个小时 一天之内 现在看的话 目前的话 他依然是处于一个 在布林带中上轨的一个位置运行啊 所以说他没有回调到日线级别的话 依然是 啊 有回调 就依然继续看多了一个情况了 所以他一定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一个预期 预期 那么目前但是在这个布林带中上轨的一个位置 那么上方的一个 啊 上方的一个压力位置 实在 最明显的就是一个两万五千美金的一个高度的 那上方支撑已经跑到了一个 两万 两万一千美金 啊 两万一千美金 说说的话上方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位置啊 在日线级别的一个支撑已经 到达了一个两万一千美金的位置 说说 这一波的话回调的话还要继续进行一个看多的一个情况了啊 啊 节目的最后啊 那么今天冷眼也是啊 大家说的一个内容就是回调啊 就可以进行多的一个情况 那么 可能在这个两万啊 两万两千六百到两万两万两千八百美金 都有完美金啊 主要的水平就是一个 啊重要的那个买幅的一个机会吧 可以说的像一个机会吧 说大家能够抓住这一波的一个趋势啊 应该是能够赚取这一波的一个利润的 好了 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吧 我们啊 明天再见啊 大家可以在下面积极留言评论啊 说说你看反馈的是在上面评论666啊 领取一份炒币的一个口诀啊 记得添加狼眼小助理微信就可以领取一份炒币口诀 好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